另外來看到 重新開放移工入境工作之後 首批印尼籍移工在昨天晚間抵臺 有移工表示 等了大約一兩年才能夠來台灣工作 下飛機時感到非常開心 首舉印尼文標語 歡迎移工來到台灣 國內重新開放移工入境工作後 十七號晚間首批印尼籍移工分別搭乘華航及長榮航空抵臺 搭乘華航的四名移工仔細聽著勞動部人員說明 確認來台注意事項 以及入住集中檢疫所的相關規定 這一趟來台灣工作 因為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響 有人等了一兩年 如今順利成行 移工也透過翻譯表示下飛機時心情非常開心 按照指示貼上移工入境識別證後 填寫電子入境檢疫系統 最會安排深喉唾液採檢 最後再做防疫車隊送往集中檢疫所檢疫 從今年五月十九號起 除了已經持有居留鎮貨金專案許可外 所有移工鎮緩入境 昨天首批住境的身份都是家庭看護工 勞動部長許明春曾經表示 首批共有十一位移工 十七號晚間入境共有七位 記者 朱峰柱齊稱 綜合報導 市民务部長 早前 時期 早前 時期 本院 橋下 順利